我填写这个问卷 里面的话我大概说一下 我们会先从简单的开始 因为以色列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以色列里面的函数 但是为什么你想说 老师那函数两百五十几 又不就够了吗 老师会讲 当然是不够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事情函数办不到 做不出结果来 OK那怎么办 涂法炼钢吧 那涂法炼钢太浪费是这样 所以最佳的解决方案 就是VPA 那VPA主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以色列里面没有这个函数 我可以自己把那个函数写出来 那个函数叫制定函数 OK 也就是说VPA可以做到什么 帮你的工作量身定做规则 OK 而且那个规则 它可以帮你自动完成 也就是它里面有一个 很棒的东西叫回圈 那回圈的时候你告诉他说 你从哪一列到哪一列这个范围 帮我把里面的资料做什么样的逻辑 你跟他叙述一下 他就帮你把全部的动作全部都完成了 就跟你用眼睛去看判断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你要把用眼睛看的这个逻辑转变成VPA的程式 这个过程要怎么做 OK 类似我们这一期很重要的一环 当然你想说你要把你以前做的动作转成程式 基本上当然有难度 不过各位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有个固定的一个样板 OK 我是建议因为程式真的要叫你死背 可能要背非常多的东西 那导部怎么样 我会提供给你一个固定的样板 反正你就照着这个样板去做就好了 基本上最重要是第一个不要写错 一个字都不能错 OK 而且程式不多 大概就几行程式 可是它的功效非常大 你写对了一下就完成了 所以一个字都不能错 也就是说你要非常的细心 OK 第二个的话慢慢你要熟练 因为很多人会学 反正还是不写 因为完全不熟练 用东西眼睛看 自己都没有动手 像程式要写的 一定要动手 而且不只是会写出来 而且要够熟练 就是你可以有点像你讲 讲语言一样 英文为什么你可以头 因为你熟练 你要经常讲 讲熟了 你就觉得这很容易的事情 对 一样的道理 所以其实我还蛮强调着你做 另外第三个 其实很多理论是因为你做出来了 你就懂了 那很多人看了半天 为什么好像还是似懂 因为你根本没做过一遍 我感觉有点像 你出过旅行 现在当然不能出过 旅行一样 你没到那地方 你容易觉得那地方很陌生 但是你到过那地方之后 你回头再看那个旅游书 你觉得旅游书好像写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 好像这本书基本上可以不用买了 所以后来我基本上不太买旅游书 因为我觉得旅游书都会有点骗钱 就跟电脑书一样 讲太直白了 买了之后发现奇怪 好像这本书好像多买了 因为其实不是那么好用 而且你会发现 每个作者写的虽然同样的 同样是在写一次OEVA 可是不同作者写出来的结果 都完全不一样 OK 怎么会这样 不是一样的东西呢 为什么每个人写都不一样 我跟各位讲 就是程式这个最大的一个 也不像问题啦 就是程式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它会因为什么呢 每一个人的思考的逻辑 还有思考的一个顺序 不同而会有不同的程式写法 OK 所以特别注意 程式是非常灵活的 但是因为你们现在 还没有到那个类伙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们先套用果果 我给你们犯本 你们先会写 会写之后 再会赶就可以了 反正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 也不要有压力 我是建议 最好你要喜欢它 你要愿意动手 真的 因为如果你不愿意动手 我这件事情 我跟各位讲 你后面你要程式学好 应该是还蛮困难的 OK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学会 是因为他很喜欢 甚至我之前遇到过 有个学员很厉害 半夜做梦都梦见 他在写程式 OK 那这样后来发现 他真的学得非常好 OK 然后先生他还转行了 他本来不是那个领域的 他还转行 他喜欢写程式 他就跳到软底页 去从事相关行业 所以我的表现也非常好 要不然就是说 你可以跨领域 现在都跨域了 你有本身的金融 你可以跨一个资讯 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不是一个新东西出来 所以后续的话 会有这些东西 跟各位说明一下 然后你大概跟我讲一下 就是名字 然后你的有没有一个背景 例如你是金融业 你是可能是人事部门 或什么之类的 让我知道一下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用到Excel 其实Excel VBA 主要是提高你工作效率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被逼的 一定要来学习 为什么 到底很简单 你事情做不完 所以我发现 这个趋势应该会越来越严重 这是大数据 什么叫大 这个大基本上就是 人工无法解决的资料量 就所谓的大 意思就是说 不能再用人工 不能用人工的什么 写程式 所以以后上班族 慢慢的 现在当然没有那么严格 被要求会写程式这件事情 可能会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OK 我现在不是为言耸听 我觉得这有 非常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写程式 跟会写程式 效率 十万八千里 而且思考的方向也不一样 因为很多突然应该 突然应该也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突然应该做不完 做不出来 OK 那当然也浪费时间 那有些公司 他要效率 我今天事情给你 你马上给我 比如像疫情这么严重 我现在有个data 我data给你 你要一个结果告诉我 结果报表给我 你说老板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三天之后给你 三天 三分钟我就不想等了 OK 那当然呢 如果你会诚识啦 写完马上给他 这个效率 可能就可以符合 他要的预期结果 OK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让我知道一下 你的电脑程度 没关系啊 反正如果大家都程度没有那么高 没关系 我可以取一个中间值 另外的话 如果你假设你担心学不好 没有关系 还有一件事啊 我上课把它录影下来 会提供给你 但是你回去要看 好不好 OK 反正我写程式有时候写得很顺 但你听有时候好像知道 但你做都做不出来 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看 程式这种东西听一遍你就懂的话 你是天才了 OK 所以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到你那个 我上课那个你比较不熟的地方 你把它重复再多看个几遍 你看都OK啦 其实我后来发现程式很多人学不会是因为 上课只讲一遍 你要马上会 谁会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被当掉 不是没有原因的 老师你讲那么快 我怎么 除非我自己本来就会啊 不然我怎么听得懂 OK 所以不用担心 但有时候我可能会叙述比较快 没关系 你们回去 再把它重听过 那我会把它丢到YouTube上面 YouTube应该大家都会吧 用手机 用电脑 那都可以观看 OK 然后 大概修上课以哪根为止 OK 大概勾选一下 反正这里面洋洋洒洒的 那你 量力而为吧 你如果程度没那么好 你不要勾下面的 因为下面 越下面的话 越困难 你就量力而为 大家让我知道一下 选课动机为什么 因为工作的关系 那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OK 像前几期有的时候是因为网站上看到 有的是同事推荐的 还有的人是看到我的部落格 还有我的网站 还有我的那个YouTube频道 因为我基本上我有一个教学频道 虽然我不是网红 但是因为我影片数量太多了 所以也 我的订阅人税也不少 三万多了 不多也不少 看一下好像还不算少数 OK 所以你们大家看一下 甚至还有一些公司 佛心的 就帮你缴上课的费用 然后就叫你来上课 为什么 因为这些公司很聪明 因为如果你的员工 他本身的那个 不会这些技能的话 每天都花很多时间 在那种琐碎的时间上 倒不如 你会了之后 哇 你效率整个提高了 那你相对整个公司 如果每个人 哇 连一般的助理人员 VBA都超强的话 这家公司非常希望 为什么 效率起高 对不对 有没有那种公司 有 我之前也遇过 他们愿意投资 把所有人都叫来 每个人 助理都要为写程式 果不其然 那家公司 整体的效率就非常好 OK 而且老板觉得 花这个钱太值得了 OK 当然 比较 可能那个有压力 就是资深员工 因为资深员工 本来想退休了 我退休了 我还学着干嘛 OK 不过如果你们 如果年纪还轻的话 我觉得投资在这方面 是绝对是值得的 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会了 第一个 你工作效率提高了 你会感觉比较有自信心 第二个 你有多很多时间 你可以不用工作 那么一直那么急 一直急 一直感觉要下班 但又做不完 对不对 你可以很从容不迫的 慢慢做 OK 所以其实其他部分 请各位 如果说你上课 第一次上课 我会把影片录下来 如果你需要 你就留下 mail 但如果不需要 没关系 我会把上课的 那个YouTube播放 记到你的信箱里面去 那之后的话 我会放一个 不公开的论坛 如果你还需要的话 你就加进来 我会 当上完课 我会把它贴到上面 你就会自动收到 直到我们第八周 课程结束 每一周都会把它录下来 蛮完整的一个影片 剩下来就是你需要的是 把那个 像云端的网址 记一下 然后上课认真听讲 回去呢 播出时间练习 我相信你要把这个课程 学好应该不是太困难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记一下 第二个连结 OK 下面那个 gg.gg 后面是 另外的部分 请各位帮我下载这个范例档 把这个范例档 看你要打开来 上面有个箭头 或者是说你可以按右键 其实这边有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 往后我们上课的所有档案 都在这里了 那当然这个你回家也可以 也可以连得到 也可以下载得到 OK 如果你今天有随身碟 你可以把这个档案 把它这个下载下 再来解压桌全部 这个好像解压桌全部 这个资料夹名称 其实不用夹 就这样 不然的话它好像会多什么 范例档资料夹 你没有一个范例档资料夹 OK 好 那解出来之后的话 就在这里 那之后的话 我会分成五个大单元 也就是说呢 Excel里面最重要的五大函数 类别 不外乎就是文字与资料 逻辑 日期时间 然后数学 其实跟统计 数学 把统计跟数学放一起 另外就是检视与参照 所以检视下就查询函数 像V2函数之类的 那这五大类函数 我会按部就班 从比较基本的那个函数 再到VBA 这个整个过程 按部就班的 利用什么实际的案例 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 待会请各位开第一个范例 大概解一下 反正我就会给你一个问题 你思考看看 有没有办法快速的解出来 那有什么方法 当然不外乎就是 看看有没有什么Excel的函数 或者是就用一些公式 比如说呢 以这一题来看 这个手机里面呢 它要的结果 就是把后面三个栏位 分别合并在一起 但是要加一点东西 加什么 加09 有没有 0911 111杠有没有减 然后呢 84如果两码 要变三码 要补一个零 那7的话呢 要补两个零 然后就是啊 把这个结果放在这边来 当然呢 如果你用土法链钢的方法 一定 像这个都几万笔的 我当然里面没有几万笔 我只是 大概放个100笔而已 可是 如果像这个是某电信公司 他们客服人员一定要会的 OK 那你要怎么做 当然上面有提示 请你用文字语这样 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end符 end 串接 rept repeat len 算几个字 len 就是说 如果这里面 这里面几个字 两个字 那可是我要三个字 所以你用什么 三去减 三减掉它 里面几个字 再repeat 几个零就可以了 OK 怎么做 提示了 还有呢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有 VBA 最好旁边有个按钮 按钮 全部OK了 最好 那这就是VBA了 OK 可是诚诗该如何是 请各位 怎么做 如果我们按部就班 我们是希望 一件事情 有没有最快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就是我们的目的 OK 好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待会的话 请各位先 帮我填一下简单的问卷 OK 第二个的话 先下载上课用的范例档 那之后的话 我们基本上 就是会按照范例档的顺序 有没有五个资料夹 所以我会跟你讲 我现在上哪一道题目 然后你就打开来 先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题目要做哪些动作 OK 第二个的话 你需要的答案 云端上面都有 讲义里面都有 你们也是下面这个 在范例档上方 有个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里面 基本上就会有答案 每一个每一个资料夹里面 就是会有一个一个的答案 因为我把那个每一个每一个的 范例 他会需要用那个答案 我都把它放一个一个的 这个等于是独立出一个讲义出来 一题就一个答案 一题就是一个答案 里面的话有上百题的 这个练习题 也就是如果你这一上百题 每一题 那你都可以很熟练 很快速的呢 就把它解决掉的话 那我想你工作效率应该不会太差 那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工作 因为以色谣 基本上你不熟了 该会的你不会了 OK大概就这样 你该会的你会的 甚至你也可以写一点简单的程度 我想你效率至于会太差了 OK 那当然如果你要呢 这个效率再提升的话呢 那你就把VBA学好吧 OK 那如果你觉得VBA还不够的话 后面还有很多程式可以学啦 对吧 像我们这边开什么 Python啦 开一些R啦 有没有 等等的其他程式语啦 不过那都是下一个 这个其他阶段的任务啦 OK 不过你还是先把这个 这个已经算是程式语里面最 最最最简单的了 程式里面应该没有比VBA那样的简单 不过虽然简单 对于一些人来说还是有点难的 行 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